今天我来到了中国最神秘的小镇之一 黑猪沟镇 黑猪沟 以语的意思是野人沟 这里曾经是极其荒凉的地方 小镇不是很大 只有一条主街道 小镇上的人口也仅有四千多人 在两座大山中间的小镇 海拔最高的地方已经达到了四千两百八十八米 小镇上的这条河是从千米的高山上留下来的 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二十七度左右 我觉得这里是中国最佳的避暑圣地了 小镇上安静淳朴 这里你永远见不到堵车的现象 小镇上的居民主要以遗族为主 这里山峰林立 沟谷深陷 昼夜温差也非常的大 这里也是中国最凉爽的地方之一了 这里夏季睡觉都不用盖被子 当夜晚吃过晚饭 村民们都会带着孩子来到河边纳凉 沿着山间小路向山上行走 纯原始的风貌让人惊叹 黑猪沟里语的意思是野人居住的沟 说明这里很早以前是很少有人居住的 站在山腰处 黑猪沟就在我的脚下 听说黑猪沟的居民在很早以前是以狩猎为生的 不过现在国家对森林的保护 黑猪沟上的居民都已经有了自己安稳的工作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我的视频将更新我在黑猪沟镇的所见所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